娶到白月宫的当天 她和我约法三章 只要我爱的人回来 我们就离婚 我点头答应 婚后我亲近所有 爱她呵护她 只求她能有一丝爱我 可八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 她爱的人回来了 我懂事得离开 领时她说就算离婚了 我们也是朋友 我文言悄然熄灭手机上 医生的化疗消息 笑得摇头 她不知道我马上就要解脱了 在结婚八周年纪念日那天 临之一夜未归 这是结婚八年以来 她第一次夜不归宿 往常不管她忙到 多晚出于什么原因 都会回来 而我也总是会给她 时刻准备好热饭热汤 备好她喜欢的电影 让她可以结束一天的疲惫 可是在纪念日这天 她从天还未亮的时候 就匆匆离开 在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也没有给我发过一条信息 我脑海中 只有她在早上离开的时候 满脸的惊喜 和期待整个人如沐春风 仿佛她不是30岁 吃场职场的女总裁 而是满怀心事的青春少女 我隐隐约约猜到 是她的白月光回来了 在很久以前 我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我也早已做好 时刻离开的准备 我缓缓地从床底拿出 藏起来的病例单 忍不住咳嗽起来 浑身上下 所有的骨头都在痛 骨髓纤维化 晚期没有活路了 之前我曾经想过 如果我要是突然死去 林芝会不会为我 伤心欲绝掉眼泪呢 而看着眼前的局面 我无比坚信 这一切只是我的设想 我和她之间 接近完美的八年婚姻 完全不能阻断 她对白月光的幻想 或许在她心里 我始终都不是她的老公 在我们结婚那天 就已经约定好了 只要她的白月光回来 我们就离婚 我一口答应 因为这些都是我欠她的 那场山火中 满是血腥的味道 再次涌入鼻尖 我父母和姐姐 躺在身旁一动不动 血肉模糊周围只有 绵绵不断的山火 和绝望的夜色 可在这时 林芝出现了 她穿着短袖短裤 完全不怕烈火的燃烧 将我和父母姐姐 一个一个地往外拖 我在血肉模糊的记忆里 看着那 一棵棵被燃烧的大树 倒塌在身旁 只要被砸中 就绝无生还的余地 可是林芝丝毫没有退缩 将我们拼尽全力 朝外面拖去 那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一切 我的父母 由于伤势过重去世 姐姐抢救无效死亡 我在医院 裹着厚厚的纱布 就这样呆愣地 看着天花板 度过一天又一天 林芝一直都在 她不在的时候 也会找护工来照顾我 她虽然看不见 杀不下我的样貌 但我可以看见她 可以看见 她一直给我鼓励的笑容 在无数个绝望的夜里 每次我想起那个笑容 总是会一次又一次 选择活下来 她就像我的光一样 一直吊住我这口气 我也凭借这束光 熬到出院 抗住所有病痛的折磨 万幸浑身烧伤无数 可是脸上几乎没有 我很期待林芝 看见我真正面貌的样子 可是这一天她没来 一年后 我再次见到她 她在餐厅喝得鸣鼎大醉 而我在这里工作 捆住我的脖子 别唱了陪姐姐喝一杯 结养你 我没有想到 我心目中的天使 还有这样的一面 她越喝越多 最终得知让她伤心的事情 是她的白月光 不要她了 我询问她原因 她只双目无神地看着我 挑起我的下巴 你长得很像她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林芝把我当成 她白月光的提身 从那之后 她每天都会来到这里找我 她会给我价值不菲地打赏 不过是买我陪她吃一顿饭 给她一个肩膀 听她说说心里话 而我十分用心照顾她 让她每次都可以畅饮 天明又可以舒舒服服地醒来 没有一点疼痛 慢慢地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 她也越来越离不开我 每次酒到农食的时候 她总是会扑进我怀中 眨着像菩萨一样的雨节 询问我 问我怎么就对她这么好 可是她不知道 我这条命都是她给我的 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对她好 当然她永远都不会知道 那一晚我永远记得 她因为家中的催婚而愁苦 我便顺嘴一提 将心里话说出来 如果你到最后 实在挑不出好男人 倒不如委屈一下嫁给我好了 她醉醺醺的小脸 猛然将住 拿着包就要离开 没走两步 突然转过头看向我 行 反正我也找不到 比你对我更好的男人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在一起了 我辞去工作 专心在她身后 做一个全职主妇 让她可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尝试一段时间后 她对我十分满意 或许她对我的感情中没有爱 但对她来说不得不承认 我是最适合与她结婚的人 很快我们就进入婚姻的殿堂 那天我十分开心 我没有想到死里逃生之后 日子竟然会这样的顺遂 更不敢奢望她会嫁给我 我想这是上天给我的眷顾 可是灵芝并不高兴 婚姻对她来说 只不过是可以搪塞父母的幌子 在她心中 属于她的另一半永远不会变 因此在新婚夜 她和我约法三章 只要我爱的人回来 我们就立刻离婚 好那些思绪再次涌上心头 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身上的每一块骨头 都开始疼起来 仿佛每一根都在告诉我 我该去治疗了 这样的话 我还可以在这世间 再多贪图一段时间 我死死攥紧双全 强迫自己去忍受 这浑身上下的痛苦 我现在还不能死等到 我亲眼看见那封离婚协议书 才是我真正的解脱 不知道等了多久 高跟鞋的声音缓缓入耳 我猛然睁开双眼 在坐起身的时候 才发现浑身上下已经酸极了 那些痛苦又一次被我熬过去了 原来我就这样躺在地毯上 睡了一个晚上 面前茶几上的餐食 一点都没动 灵芝自然地换血 她做事情十分果断 从来不会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多浪费时间 按照以前 她回来总是会告知我 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 我便会开始为她准备餐食 或者给她放好水 调好音乐等她洗澡 可是她今天回来 嘴里还在哼着歌 心情显然很愉悦 甚至没有发现 坐在地毯上的我 我挪动方向 背着她站起身 这样她就不会看见 我隐忍痛苦的表情 要吃点东西嘛 我主动找话题询问 灵芝在看见我的时候 眼底的笑容瞬间消失 口中正在唱的歌 也戛然而止 看着她神色复杂的样子 我知道她要和我提离婚了 可是我照顾她八年 把她放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她不太好意思开口 自然就算是一个宠物 被精心照顾了八年 也总是会有感情的 何况是人 见她半天没有说话 我再次询问 昨天晚上公司很忙吗 怎么没有回来 嗯 灵芝自顾自地朝卧室 走去懒散的硬核一声 我自顾自地点点头 见天已经大量 主动去厨房准备早餐 自从结婚以来 她就辞退了家里的保姆 渐渐地她 也开始指习惯 我做的饭 我的照顾 从油烟机的反光 我看见她的身影 停留在玄关处 这些年你不累吗 我脸上自然露出一个笑容 转身看向她累什么 灵芝大步朝我走过来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 你比一个保姆 更像一个保姆 可是保姆还有钱拿你 我淡笑一声 能在你身边我很开心 厨房油烟大 你先出去吧 我的笑声 莫名扯动了内脏 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我担心会被她 发现我生病的事情 猛然转过头 继续做饭 装作没事人一样 临时上前两步又停下 你身体不舒服吗 看着那站在 我不远处的人影 我心里 莫名有股难受的情绪 按照以前 如果我展示出身上的不是 她总会走近我 亲自为我检查 我一个大男人 能有什么事 快出去歇着吧 很快就能吃早饭了 虽然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可是看着她脸上的欢喜 我也没什么不明白的 我告诉她吃早餐 她像往常一样 自然地吃了起来 但总是会时不时瞟我一眼 用那纠结复杂的眼神 看向我 我洋装疑惑 与她对视什么也没有说 或许这件事情 应该让我来先开口 不应该让我的恩人 这样为难纠结 可是我又在期待什么呢 明明从一开始就知道 她不会因为我 而放弃她的白月光 我顿时觉得自己可笑至极 在她要放下碗筷的时候 迟疑开口审称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时候的约法三章吗 这个话题最终被引了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心底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我洋装不在意 打句道友是那位大帅哥回来了吗 灵芝拿出手机 不知道在看什么懒散地摁了一声 我想克制自己 用微笑来回应 可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我尽量保持自己的声音正常 都过去八年了 你还忘不掉她吗 灵芝拧眉 我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想要再次开口 却不知道该怎么来源这个话 灵芝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 脸上的不悦明显 于是她摆出在职场上 傲气凛然的样子 审称我们之间的感情 从来都没有爱 请你可以遵守约定 我不想我们太难堪 灵芝推开家门离开的时候 寒风钻着空 从门外涌进来 好 我只觉得我浑身上下的骨头 都被刺得急痛 离婚协议书 从你好到签订的时间 就只用了三天 灵芝在那天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和我离婚的一切事情 都交给她的助理来和我处理 至始至终 她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嘱咐我不要耽误时间 也不要去幻想 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沈先生 这是你们之间 可以最快离婚的办法 希望您可以理解 小助理主动提醒我 拿起笔示意我签字 我看着她的面色上 带有同情主动签下字 我整个人摊在沙发里 仿佛浑身的戾气 都已经被榨干 灵芝对我十分大方 她把她名下的财产 分给我一半 还把现在居住的这个别墅 留给我 在签完字之后 我仿佛已经完成 我这辈子 应该做的所有事情 就在我想要 闭上眼睛休息的时候 小助理突然出声提醒我 沈先生按照林总的吩咐 他希望以后 您再也不要出现在他面前 你们互不干扰 我懒散地听着这个新条件 这个条件 对于我来说并不难 反而以后 他就算想见到我 恐怕也见不到了 身体骨髓上的疼痛 瞬间被唤醒 在疼痛的刺激之下 我猛然地坐起身来 死死地捂住我的胸口 极力压抑着 从每一块骨头上 带上来的疼痛 小助理惶恐地看着我 沈先生您您怎么了 我摆了白手费力道 我没事 劳烦您尽快去 处理离婚的事情吧 小助理同情地看着我 其实林总对你 并非是没有感情 只不过这感情 都讲究先来后到 他只是困在过去 走不出来 我点点头 快去工作吧 免得他知道了扣你工资 我会遵守他提出来的 所有条件 小助理叹了口气 拿着协议书 转身离开了 房门被关上的那一刻 我浑身上下 多松了一口气 仿佛整个人 就是一摊烂肉 摊在沙发里 我好累 好痛 或许我应该在 那场大火中就与命 在离婚协议书签订之后 我和林芝之间 算是彻彻底底结束了 一日夫妻百日人 这八年里 我处处小心翼翼 去对待她 我想我的恩情 也该还完了 我用八年的生命 把林芝照顾得无微不至 除了工作上 其他地方 让她没有吃一点苦 并且一切都按照她的指示 我问心无愧 房门突然被人 用密码锁打开 这些年 这里只有我和林芝住过 我们俩都是用人脸识别 从来不会浪费那个功夫 我扭头看向门口 只见一个穿着运动服 十分英俊潇洒的男人 大步走进来 他就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 打量着别墅里的一切 丝毫没有注意到 躺在沙发上的我 我缓缓坐直 身子出声你是谁 男人被我吓了一跳 很快又反应过来 脸上笑容 明显依靠在餐桌上 审称你就是 芝芝那个不值钱的老公 就你这一副拉垮的样子 怎么能保护好她 我病了 确实大不如前 陪少女就算她不说 我也能意识到 她就是林芝的白月光 男人认可的点点头 没错 这栋别墅就是我 当初和芝芝一起挑选 买下来的 密码锁是我们的纪念日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 还是没有改 看着她傲娇的表情 我仿佛成了 真正意义上 纠战雀巢的人 我紧握手心 这房门的密码 竟然是他们的纪念日 之前我曾无意提起过 这房门的密码是什么 林芝说是随便按的数字 反正也不常用 这随便按的数字 一用就是八年 我竟然一直都相信她 想到自己的愚蠢 我忍不住想要发笑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就多看看吧 等你看完 我就要改密码了 陪少女不可置信地 看着我什么意思 你要改这里的密码 她就像这栋房子的 男主人一样 自然不会高兴 我改她房子的密码 我点头 我和林芝 已经离婚了 这栋别墅是我的 我也是高高帅帅的男人 看着面前的人 难怪当初林芝会觉得 我和她有些相像 只不过现在 因为生病的原因 我看起来十分瘦弱 气血不足 我陪少女吃笑一声 抱着胸 看着我这栋别墅里面 有我美好的回忆 要不然这样吧 你出个假 把这栋别墅卖给我 我一口回绝 这里有她美好的回忆 自然也有我美好的回忆 况且我现在已经要死了 这里也是我为数不多 可以留恋的地方 陪少女见我拒绝她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难道你不知道 林芝这么多年 心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吗 我现在只不过 给你一个好的台阶下 不然随时随刻 我都能让她 把你从这里赶出去 她从看见我的那一刻态度 就十分不满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我拥有林芝八年 不管怎么说 她对我都会存有怨气 就算这栋别墅 对她没有美好的回忆 她也会故意找事 让我让出这栋别墅 我从茶几下面 拿出属于我的那一份 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就算走法律手段 这栋别墅 现在也是属于我的 陪少女眯起眼睛靠近我 你这个人 难道没有爸妈教你吗 难道你生下来 就是一个只会吃软饭的货色 我内心气血翻涌 嘴唇颤抖地指着门外 立声道滚出去 陪少女瞬间 就像自尊心被人踩一样 你竟然敢叫我滚出去 她大步向前 猛然地将我往身后一推 本就身体虚弱 被这大力朝后一推 一个没站稳重重地摔到身后的地毯上 我只觉得头鱼目眩 整个人就像是可任人蹂躏的面团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灵芝突然从门外进来了 她一进来 就看见我和陪少女二人相置 不甘上下的样子 而现在陪少女完全处于上风 我被重重地推倒在地 陪少女嘲讽地看着我 不是我说 哥们你怎么像绿茶一样 你这一招都被人使烂了 好嘛 灵芝眉头紧皱 命令道 站起来 我一早就知道 她定会无条件地维护她的白月光 我浑身上下的器官 瞬间感觉到疼痛 争先恐后地跟着疼了起来 我试图想要爬起来 可是无论怎么样都站不起来 陪少女嘲设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心人呢 刚刚骂我滚的时候 还是浑身充满了力量 灵芝一听 整个人瞬间愤怒起来 沈琛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丢不丢人 此话一出 我完全没有想要挣扎的力气 破罐子破摔的 倚靠在一旁的沙发上 我得绝症了 活不了多久了 二人都愣了愣 仿佛大脑中在不停思索 我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陪少女先没忍住开口笑道 不是我说你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玩这一套呢 灵芝脸上的不耐烦明显 仿佛已经看不下去 我刚刚编造的这个谎言 我指了指橱柜 我的病例单和诊断书都在里面 不幸可以自己看陪少女率先过去 找到我的病例和诊断书 随后笑声更大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呢 既然连这一套都准备好了 戏眼的还真是全套我缓缓地闭上眼睛 他们自然不会相信我已经生病 无论我想要怎么解释 在他们眼中也只不过是欲改弥彰 灵芝也走过去拿过那诊断书 愤然地将诊断书从我身上一甩 沈琛 我自认为我能给你的都已经给你了 你还要玩这一套 到底是还有什么不满足 我嘴边缓缓露出嘲讽的笑容 看着站在我面前的二人 倒也没什么不满足的 只是这里现在是我的家 你们能不能离开 陪少女瞬间跳脚 可怜巴巴地看着站在她身旁的灵芝 这里可都是我们曾经恋爱的回忆 你怎么能随手就把这个房子 让给其他人呢 要不然你就多给她点钱 让她滚蛋 实在不行 我也有几套没人住的房子 灵芝听着身旁的话 紧重眉头 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看着这个我细心照料八年的妻子 此刻她也看着我 眼中的情绪是我看不懂的 随后她又看着身旁的陪少女 我买了一套更好的别墅 这一栋就留给她把陪少女 像小孩子一样开始耍脾气 不行 再好的别墅也比不上我们的第一套重要 灵芝叹了口气 很快她转身看向我 神称 我把我现在名下所有的资产都给你 请你离开这里 从她说出这话的时候 我身上所有疼痛的骨头 仿佛被人从体内生生抽了出来一样 我知道 我们这八年夫妻的道路算是走到头了 我对灵芝的恩情 在此刻也彻彻底底的还完了 我不欠她的了 沉默片刻 我看向站在她身后的男人 我还要刚刚她口中所说的闲置的房子 男人的青春也是值钱的 我总不至于无家可归行 就这样我拿着不属于我的那些财产 离开住了八年的家 走到门外的时候 回头看一眼这栋在熟悉不过的别墅 心里丝毫没有任何情绪 更多的是解脱和对这里一切的释然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却隐隐约约的察觉到 灵芝的心里多少也是有我的 只不过和她的白月光比起来 一文不值 既然如此 我只当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在报恩 报完恩之后 一身轻 反正我也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 也没必要把剩下的日子都活活困死自己 我当晚就去了这里最顶尖的酒吧 包下这里最有名的喜悦中心 点了一二十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挨个围着我转 哄我开心 虽然我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 但老话说得好 男人致死是少年 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 把我这辈子没有接触过的所有都玩完了 甚至那些蹦极越野的刺激项目也都一一体验 我知道这样会加速我身体的死亡 只不过比起做吃等死 这样还是好受得多 在我认为我时刻都会死的时候 我每天都会来到我爸妈和姐姐的墓前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来看看他们 只不过以前的每一年都是和灵芝一起来的 她一直都不知道睡在这墓中的人 是她曾经救出来的人 她只是觉得我一直孤身一人 可怜得很 也是 就像是我现在一样 孤身一人 没有牵挂 我在墓碑前不知道做了多久 在我想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头晕目眩倒了下去 再次睁开眼睛 弱大的病房内只有我一人 各种高端的医疗设备 争先恐后的滴滴作响 每一个声音都在宣告 我现在没有死亡的事实 门外一群医生正在低语探讨我的病情 在那一群陌生的身影中 我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 灵芝的小助理 囊性纤维化晚期 刚刚那位医生不是说 他只是简单的晕倒吗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现在也没有闲心去多想 沈称先生的病例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入库 你们身为家属怎么会现在才知道呢 小助理不可思议的听着医生说的话 随后一遍遍的拨打电话 看着他焦头烂额的样子 我就知道他根本就打不通电话 这可怎么办 林总现在和陪少礼出国去完了 最起码也要一个月之后 才能回来我蜷缩身子 忍受全身的疼痛 仿佛这个姿势可以让我好一些 我不敢相信前一天我还活蹦乱跳的 感觉像个没事人一样 我甚至觉得我会成为网上那些特例 只要放开完 不接受治疗 说不定病还会被我吓走 可现实并非如此 我明显的感觉到死亡已经在逼近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靠近我 严肃道 沈先生 您现在必须尽快接受治疗 你的身体可能已经熬不住了 我淡然回应 如果不治疗的话 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沉生道 最多也不能超过一个月 门外小助理突然大着嗓子提醒 沈先生 您和林总的离婚 还要两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我缓缓闭上眼睛选择接受治疗 接受治疗是无人能及的疼痛和折磨 我甚至感觉接受治疗才会加速我的死亡 不到三天的时间 我的头发就已经掉光了 甚至每天吐出来的血 我都要怀疑 是不是把我身体中的血都已经吐完了 我就这样每天看着天黑 天亮 不知道熬了多久 终于可以有人来探望我了 小助理慌慌忙忙道 沈先生 你的身体怎么这么严重了 之前怎么不告诉林总 我看着窗户外面的落叶 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现在有人照顾他 我也不会拖累他的小助理安慰道 沈先生 你别担心 林总他只不过是出去 出差了听到小助理的话 我忍不住想笑 我太了解灵芝了 如果他再玩 一旦进入状态就只会玩 谁也不能打扰他 如果他是出去出差 整个人24小时都会在工作状态 一个电话都不会漏接 在以前我和他出去玩的时候 我有时候让他留意一下公司 他只会将手机全部关机 出来玩就要好好玩 我现在只想和你一起开心 其他什么都不管 或许他以前也是想过要和我一起开心 只不过现在和陪少女在一起 会更开心吧 小助理看我再次闭上眼睛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其实林总他真的很关心你 就算他出去忙 也让我们时刻关注您的紧急电话 不然这一声的电话 我们是接不到的 我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里面 也明白为什么小助理会在这里 我强迫自己露出一个笑容 看着小助理 你不用安慰我 我知道他们一起出去玩 心里真的很开心 或许人就是这样 一旦看透了 或者把一切都看淡 自然什么都无所谓了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快要死的人 一个都快死的人 难道还要用那些所谓的 情情爱爱来束缚他吗 小助理有些难为的开口 其实我觉得林总他们 在一起并不合适 他们两个都是会以自己为中心 十分要强的人 陪少女从来都不会考虑 我们林总他们在八年前分开 就是因为意见不合 谁都不愿意委屈自己 我抬手挡住小助理的话 好了 你不用在这里跟我说他们的坏话 与其这样倒不如盼着他们更好一些 他们两个男才女貌 般配极了 小助理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可是我觉得我们林总 就像小孩一样需要人宠着 而不是需要一个和他比较的人 他确实就像个小孩一样 我记得他每次找不到匹配的手势的时候 都会气得在房间内跑来跑去 一边责怪自己买的手势太多 一边责怪自己太粗心大意 沈琛 沈琛你看见我那条珍珠项链了吗 你看看椅子附近有没有 我一边帮他处理应该处理的工作 一边帮他把电脑收起来 林芝果然在椅子附近 找到了他想要的珍珠项链 每次这个时候 他总是会捧着脸看着我 沈琛 是你故意藏起来逗我的 对不对 我将整理好的电脑递给他 不知道是哪个小公主随手扯掉的 他想了想 有些不好意思的捂着脸朝门外跑去 每次他打开电脑 看着我给他处理好的公物 他总会十分满意 他也不止一次给我抛出橄榄枝 希望我可以到他的公司去工作 帮助他 其实我确实有这些能力 毕竟我也是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 和他公司的一些职务刚好匹配 只不过我知道 他身边并不却像我这样的人 反而需要一个坚实的后盾 一个可以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他服务 给他准备好热饭 热水 找到珍珠项链的人 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说的 说吧摸了摸他的头 他并没有拒绝我的理由 只是翻了一个白眼 高高兴兴的出门上班 只不过现在 他断然不会给我那样的白眼 更不会允许我可以摸他的头 因为他现在不是我的小孩了 我也解脱了 图个自在 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周 我的情况恶化得更加严重 医生在两天之内 就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 好在这些我都挺了过来 小助理根本没想到我的病情 会恶化得这么严重 就算治疗也没有改善 沈先生 你可千万一定要挺住 我最近应该就能帮你联系上林总 我一动不动地躺着 根本不敢闭上双眼 生怕这一闭眼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在小助理没有联系上林智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林智和陪少李一起出去 只要他联系上陪少李 自然就能联系上林智 他这些年一直都有陪少李的名片 不得不承认 他真是个天才 一连打了接近半个小时的电话 从这个助理打到那个助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到最后终于联系上陪少李 在听见电话那头的声音时 我看见小助理激动地捂着嘴 眼泪从眼眶流出来 很快 小助理的声音更加慷慨激昂 林总 我可算能打到您的电话了 林智没有反应过来 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助理激动地把电话放在我的耳边 小声提醒 沈先生 你快点说话啊 机会就在你面前 我有些神志不清 声音有些低啊 早点回来 领离婚证 电话那头的女生瞬间爆跳如雷 沈琛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你明明知道 我是一个最讨厌出来玩被打扰的人 我撇过头去 不想再和电话那头的人 多说任何一句话 还没等小助理 把电话拿得远一些 林智再次开口 你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希望你可以遵守约定 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世界 说吧 他就挂了电话 小助理看着电话已经被挂断 心中十分着急 再次打过去的时候 那头的电话已经关机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烦躁不安地在病房内走来走去 我缓缓地闭上眼睛 第一次觉得自己养了八年的小孩 有些烦人 我不知道 我这是第几次扛过来 但今天太阳很好 我来到这里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阳光 或许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我的精神莫名也好了许多 小助理今天来的时候 看见我的气色好了许多 心里莫名的高兴 给我检查的护士走到门外 声音不大不小 身体突然就康复这么多 说不定是回光返照了 看来人是真的撑不了多久了 我莫名认可护士说的话 回光返照 或许我真的要死了 看着小助理走到我面前 我用力张开口去说话 离婚证 小助理很快明白我的意思 比了一个OK的手势 就在我忍不住高兴的时候 小助理突然开口 还有三天就过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点了点头 反正已经挺过来这么多回 也不差这三天了 毕竟三天后 我就可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我但笑一声 三天罢了 我在跟阎王爷讨价还价三天 一向活泼的小助理 此刻一言不发 转过身一系列假动作 抹眼泪 就在我准备做吃等死 至最后三天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想到 我那些还没有花完的巨款 你可以给我一份纸笔吗 小助理不明白我要干什么 但还是很快给我拿来纸笔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只不过是我想给那些钱一份好的安置 我死后 而我葬在我的父母家人身旁 地址在中山公墓32号 给红十字会捐款1000万 给希望工程捐款1000万 很快我的那些财产就被分配完了 小助理好奇地看着我的遗言 沈先生 您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林总说吗 在我能动弹的时候一直在写遗言 遗言写完的时候 身体大大折扣 我又开始像以前那样 每天争着也熬日子 浑身上下每一块骨头 每一块肌肤都不是我的一样 痛不欲生的痛苦 让我恨不得拼尽全力 从一旁的窗口跳下去 可是我现在还不能死 我要等到离婚证下来才行 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数着过日子 很快就凑够三天 只不过在第三天的时候 小助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到我这里 病房里只有我一人 只有那些高端医疗设备 发出的滴滴声 以及输液的水声 不知道是不是前些天的疼痛 太过于剧烈 以至于现在我甚至有些麻木 在我回光返照的时候 我都觉得会痛 可现在身上的疼痛莫名消失了 我稍微用力就坐了起来 仿佛已经回到以前没有生病的时候 在我走到窗边 想要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 整个人却又突然施了力气 瘫倒在床上 而在这时 灵芝却来了 她终于来了 我看着我身上瘦弱健骨的身体 忍不住拉过被子将我的身体盖上 我并没有打算在死前还能再见她一面 审称 这场戏究竟有完没完 到底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灵芝走近我 助理告诉我你得了很严重的病 那你为什么还好端端地睡在这儿 我没有回答 死死地闭上眼睛 希望她可以尽快离开这里 没有得到我的回应 站在我床前的人愈加愤怒 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灵芝立声道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明明一切都已经约定好了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这时我本想去回应她的话 可是无论如何都动弹不得 浑身的疼痛已经完全感觉不到 她的愤怒也达到极点 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掀开我的被子 而在看见我的时候 她的话突然消失 我知道 她已经看见我光秃的头 以及兽骨灵循的身体 我忍不住醋眉 仿佛现在的疼痛 比在火海中被烧还要疼 沈称 灵芝瞳孔地震 自言自语地喊着我的名字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沈称 灵芝突然放声哀嚎起来 你怎么真的病了 为什么生了这么严重的病 却一直瞒着我 我心中赤笑 明明早就给她看了我的诊断书 是她自己不相信 可我现在早就没有力气 来回答她这些没有意义的话 她现在触碰我的每一个地方 都疼痛无比 仿佛浑身上下每一处 都在发出强烈的抗议 沈称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快点告诉我 你一定会没事的 灵芝的哭声不绝于耳 我就这样直接痛晕了过去 我以为我就会这样死去 可是我还是在半夜的时候醒了过来 如果不是身上的疼痛 我或许以为我已经死了 面前的一切依旧是在病房里 只不过一切都比以前要高档很多 或许是灵芝的所作所为 可是这些早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不知道她拼尽多少力量来救我 这次我又赢了阎罗 房间里的视线过于昏暗 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就在我意识混沌的时候 高跟鞋的声音传入耳中 是灵芝 灵芝离我很近 坐在我身旁一动不动地守着我 我闭上眼睛 不想被人发现我已经醒过来的痕迹 可是我的嘴唇微颤 睫毛也忍不住颤抖 灵芝缓缓站起身观察我之后 激动道 你已经醒过来了吗 你可以睁开眼睛看看我吗 我确实醒了 不过我觉得这一切并不真实 我一直保持沉默 就这样装死 灵芝轻轻地将脸放在我的手上 柔声道 神称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 只要你可以平安无事 只要你可以醒过来 我们就不离婚了 好不好 不离了 为什么不离了 凭什么不离了 我心里有无数疑问 可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保持沉默 灵芝的泪水大颗大颗地落在我的手上 在知道你生病的这几天 我一天都没有睡着 我心里十分担心你 我好害怕 我不敢想你有多么疼痛 也不敢想你有多么伤心 而我却一直死脑筋 酷酷守着年少不现实的梦 她的泪水越来越多 我明显地感觉到 身旁这一片的被子都已经湿润 在我年少青涩的时候 我总觉得那是我最遗憾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才察觉到 我最遗憾的事情 一直就就在我身边 我实在是无法回应她这些话 我实在是太累 太痛了 也不想再听她在这忏悔 内疚 房门再次被人推开 这次我不知道是谁进来了 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 灵芝 我听助理说 这几天你一直在这里 要不然我花钱请个护工 你回去休息吧 灵芝拒绝得十分果断 不说话的男人显然有片刻正愣 是这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 惹你不开心了吗 为什么这次旅行回来之后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灵芝没有直接回答她的话 陪少李叹了口气 其实我们早就回不到过去了 从我再次见到你的那刻 我就知道了 这一切只不过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 我们都在朝前走 早就不是当初的我们了 察觉到男人的脚步 在逐渐靠近我 我们之间出了问题 就是因为她吧 真没有想到 我最终会败给一个 一文不值的替代品 滚出去 灵芝出言打断 灵芝死死地握着我的手 仿佛在给我极大的安慰一样 你走吧 我现在心里确实没有你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 沈琛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转身看着那个还未离开的人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才发现 我心里最大的遗憾根本不是你 一直都是她 她也从来都不是你的替代品 陪少女并没有过多的言语 停留片刻 转身就离开了 察觉到房门观想的声音 我知道此刻房间内 就只剩下我和灵芝二人了 灵芝轻轻地将脸靠在我的手背上 审称 其实我爱的人是你 一直都是你 我心中莫名意外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 倒不如让我现在直接死去 我身上的疼痛瞬间洗满全身 再次晕了过去 我是真没想到 我还有再次睁眼的时候 也不敢想象这命怎么就这么抗躁 睁开眼睛时 小助理正坐在我旁边 沈先生你醒了 你需要吃一点东西吗 我点点头 小助理小心翼翼地端着 放在一旁的粥喂给我 我并不知道我还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反正能吃下去就行 吞了几口后 我这辈子从未喝过这么难喝的粥 小助理仿佛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这是林总今天一大早炖的粥 我看他手上都被烫伤了好几块 哦 我刚刚还没下眼的那些粥 全部吐了出来 难怪这粥这么难吃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小助理熬的 害怕伤他的心 捏着鼻子吃了下去 沈撑 是这粥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吐出来了 灵芝从门外走进来 他就好像一直都在那里一样 看见他面色憔悴 整个人仿佛老了几十岁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 难喝我淡淡回应 翻身睡下 我本来身体就不舒服 莫名其妙喝了这么一碗难吃的粥 更难受了 灵芝缓缓地走到我面前 沈撑 这些年你恨我吗 我背对着他 并没有回答他 这些根本没有意义的话 灵芝难过地吸了吸鼻子 想要靠在我的身上 我下意识躲避他的动作 就好像只要触碰到 就会沾染晦气一样 别碰我 这些就是我的心里话 可是我明显地能感觉到 灵芝此刻越来越伤心了 我知道这些年 一直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没有看清楚 你就给我一个机会 补偿你好吗 灵芝一边说着 眼泪就像不值钱的一样朝下落 我实在是听得头痛 能不能闭嘴 本来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在临死之前 又听着这些毫无意义的唠叨 无异于是在受刑 灵芝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捂上嘴 朝门外走去 一连几天我口中 本来就没有什么味道 现在嘴里全是灵芝的周围 上天也在给我机会一样 一连几天都是很好的天气 我微微用力 仿佛身上也恢复了一些力气 或许 时至今日难道才是我 真正的回光返照日子吗 就在我想要起身的时候 灵芝慌慌忙忙的从门外进来 阿琛 你要是想做什么 我替你去做 我看她手中拿着的正是我的一言 脸上不耐烦明显 谁允许你乱动我的东西的 灵芝有些难堪 我是觉得你这上面 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 而且 你的眼中就没有考虑过我吗 我拧眉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纸 在我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吃白饭 难道死了 还不能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吗 灵芝瞬间着急的摇了摇手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看着她一脸慌张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做错事情的小孩 自从我认识她以来 从来都没有见过她有过这样的表情 而现在我都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 她却开始给我展示她的多面情绪起来 我不耐烦地拿起笔 修改那些被她改过的地方 我们现在离婚证应该已经下来了 以后我的什么事情都与你无关 离婚上面的规则都是你定的 希望你也可以遵守规则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小助理进来的时候 看见灵芝正哭得不成样子 心里十分担心 怎么了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看向小助理 我和你们灵总的结婚证拿了吗 小助理一拍脑袋 这些天事情太多了 我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灵芝瞬间放声大哭起来 死死地抓着我的胳膊 恳求道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 看着她如今的样子 哪里还有驰骋直场的威风 我坚定道 还是领了吧 不然我死不瞑目 现在是春天 我裹着厚厚的大衣 蜷缩在轮椅上 让人看了十分奇怪 小助理在民政局忙前忙后 帮我和灵芝办离婚证 其实这些手续都十分简单 毕竟现在直接等着灵政就好 灵芝一直站在我身旁 整个人哭得像是重感冒 没有熬过来的人一样 等我最后一次签字的时候 她过来握住我的手中的饼 老公 我们不离了好不好 求你了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或许我也活不下去了 她又开始忍不住失声痛哭 周围的人以及工作人员 都好奇地朝这边望过来 他们不明白这个身材和容貌交好 以及随身带着小助理的人到底在哭什么 小助理上前帮忙 沈先生 陪少李现在已经回到国外了 以后他再也不可能出现在你们面前 您就再给林总一个机会吧 听着这些无冤无尽的唠叨 我实在是头痛至极 明明让我签完这个字 我就可以获得彻底的解脱 难道我想把再横在我心中多年的刺 就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吗 我冷漠地看着灵芝 灵芝 我爱了你不止八年 可是现在我真的对你好无感觉 求你可以放过我 我毫无感情地注视着她 那寂静绝望的眼神 灵芝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整个人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你 你真的不爱我了 我用力点头 生怕我回答她的话 她会听不清或听不见 小助理眼急手快地扶住她 差一点她就会摔在地上 我趁机在离婚证上面 签下我的名字 从现在开始 我就和她正式离婚了 我终于可以获得永生的解脱 灵芝摇摇晃晃地扑过来 老公 我已经失去了浑身的力气 望向她 你别忘了 灵芝丝毫不敢松手地抱着我 老公你说 我别忘了 别忘了什么 血腥味瞬间弥漫口腔 我压抑着浑身的疼痛 记得 签字 离婚 灵芝彻底崩溃 死死地抱着她再也扶不起来的人 我缓缓闭上双眼 签字笔从我手中滑落 我终于获得了解脱 我再也不用在报恩和自己的感情之间来回反转 再也不用活在亏欠之中 我只知道 我要和家人团圆了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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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